修行,在哪里修,不是念佛堂,不是禅堂,不是讲堂,在齐心动念之处,在这里修啊。 几句话了,把佛教级讲完了,什么是福?六根在六尘境界,眼见色,看得清楚,耳闻声听得清楚,六根借出六尘境界,清清楚楚,明明了了。 这是什么?这是波若波罗密度,佛家讲的智慧,自信本具的智慧,先前了,清清楚楚。 表现在外面是什么? 不齐心,不懂你,这就称佛了,佛就是这个样子,没有齐心懂你,清楚明了,你不问他,他心里什么都懂你。 你问他,他什么都懂,那他真的懂,不但懂,云荣无碍。 一个人去问他,一个人去问他,一个讲法,你开悟,十个人去问他,十种讲法,故故不一样,故故都开悟。 这叫教学,真有本领啊,那为什么十个人,跟十个人讲,是种不同的方法,众生根性不一样。 二,他能够同时,不仅应付十个人,一百个人,一千个人,一万个人,无量众生能同时应付。 这本色从哪里来的?本色是你本有的,不是从外来的。 一切众生,佛言当中,统统是佛。 我们能修到这一点,功夫就得利了。 为什么?不敢轻慢一个种子。 这是真话,不是真话。 我们迷惑电脑,才有设法界。 大车大悟,是发现没有了。 菩萨,有七千动念,没有分别之处。 我们比佛比不上,我们有七千动念。 跟菩萨比也比不上,我们有分比,有之处。 跟阿罗汉比,阿罗汉。 跟阿罗汉比,阿罗汉,有分别,没有之处。 这最低,最低也紧了。 小陈教,只要不知处,六道就没有了。 六道从哪里来的? 从知处来的。 为什么他能不知处? 小陈,不能轻视。 我们跟他相比,插得太热了。 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。 我们不能了。 我们还在造一页。 我们还在造一页。 一页。 一页。